大家好,我是洪叔 上一期我们做的是冷面饼 就是没有酵母,只用冷水和面 这一期我们来做加入了牛奶、鸡蛋和酵母的发面饼 用牛奶和鸡蛋取代水和面 老初的发面饼不仅颜色金黄好看,让人有食欲 而且还有一点点蛋糕的味道 大人小孩都会喜欢 和好的面要盖上盖子饧发一个小时以上 姜面团饧发至大约需要两倍大 用手撕开 看,中间有很多的蜂窝 这就是酵母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的很多气体 这样面就算饧发好了 姜面团取出,先不用揉面 简单的搓成长条,分成三等份 将每一份再揉搓成馒头形状 然后再需要二次饧发 经过二次饧发烙出的发面饼,才会更加的渲软 二次饧发需要的时间比第一次短 大约需要二十多分钟 二次饧发后的面团体积也会变大 这时首先我们先轻轻按压面团 将面团内部的气体排出 再撒上一些面粉 用擀面杖将面团擀开 烙饼最好用中小火 初学者最好始终都用小火 这样虽然会慢一些 但不会将饼的表皮烙成焦火 而饼的内部还没有完全收头而发黏 烙饼一定要让它两面受热均匀 让热度慢慢传递到饼的内部 饼心的面才会膨胀手透 吃起来才会蓬松轩热 用手撕开 饼内也全是蜂窝 两面都各烙了大约一分钟后 就需要勤翻面了 翻饼烙饼 为了就是让两面受热都均匀 最后烙成这样就熟了 表皮金黄蓬松厚实 一刀下去 饼内全是蜂窝气空 按一下就像海绵一样 既软又有弹性 一口下去 把你春尺六香